李老师这么多年跑龙套的经历 积累了非常多的生活 所以演这个京腔京韵的很多戏 应该说是信手拈来 好像您有一个戏 这个其中还演到了这个 我们过去这个念喜歌的 对 天下第一楼 我演那个长棍 那个我是找一个 当时九十多岁 九十六七岁的一个老堂子 跟他学了一些 非常讲究 他们那个服务员 见了人过去叫唐子 您是结婚的 您这是一个什么宴会 他一点文化没有 真是大字不识 但是他能给你唱出一喜歌来 有名叫 您吃了一时路 穿地是福 拔的九楼 全都在京都 服务的自后赛明珠 挂炉烤鸭 天下没名书 说皮肝脆入口酥 肥不腻受不苦 千卷万卷 吃不不足 有这么一堂官这九楼这哪个错 太棒了 我这么一听李老师 您这嗓子也特别好 这当年有没有人还这样挖您唱歌去 有有有 这也有 当初我在那个电车上卖票 我们铁生活 铁生活 铁生活 什么全都干过 毕竟还有点基本功 下一站 王府请到了 有的王府请您往外换一换 这是上了一个老大妈 您谁给上一个座 您这个声音得一直灌到尾 这会儿就是上了一个 歌唱家 唱美声的 杨发声 小同志 你的声音很好 我是试试试吗 你应该到音乐学院来 我说干嘛 学美声 我过过后 我拜您没事 他不知道您其实是在这北京人艺 他都不知道 方正您是卖票 我不知道 就只有卖票的 这卖票的伞不错 声音穿透力特别强 这是一小插曲了 李老师当年也不可能去学声乐去 因为北京人艺也不能放您 这当年在北京人艺 您这个老师们也都是名家云集 是吧 那可真是 我们的院长是曹宇 曹宇 大文豪 那是 焦居尹 那是唯一一个 在当时有国际戏剧学博士 头衔的大师 非常非常棒 他创立了中国演剧学派 也叫北京人艺演剧学派 然后跟我们一起演戏的呢 什么鱼是枝啊 郑龙啊 蓝天野啊 多了多了多了 咱们都是大师级的 除了这个话剧戏剧的大师啊 好像您那阵还接触过很多 我们这个曲艺方面的大师是吧 不不不 那当然 侯先生 侯先生您也接触过 郝广林 这个咱们唱蜀莱宝的高宏山 马三丽 马先生 您接触这三位都是泰斗 李润杰 我喜欢说蜀莱宝 高宏山那个 直接是教过我 蜀莱宝大 唱着蜀莱宝 蜀莱宝您还能记着吗 现在 我想想啊 看看 说打猪板点对点 你听我说一段 我爸爸摔了个油灯碗 油灯碗不起眼 我奶奶灯下把活做 手指头扎了不少的窟窿眼 我妈在灯下把鞋上 愣拿那个后跟当的前脸 我在那个灯下把书看 到如今闹了一副近日之眼 还真漂亮 太多年 真好 那这样吧 这个李老师 您看今天我们说 您来到我们这 一般我们嘉宾都得跨界 但您今天您这都不能叫跨界 您直接就在界内了这个 不不不不 我开始跨界了 不到这儿 可能都紧张了都 那我就能说他 十股 到那儿